哈喽 又订了海鲜 这次是一个大螃蟹 给你们看一下啊 Oh my god 啊 刺手刺手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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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是一个新大餐 这是螃蟹肚子 葱姜炒的 然后这个是底王蟹腿 这个是我的葱油贵妃 完全没有蔬菜 我做不动了 我腰疼 就这样吧 开动了 妈妈 我很喜欢你 你先吃个热热 好不好吃啊 好不好吃 哈喽 大家好 给你们看一下今天晚上做什么 其实我是从早上就开始卤了 卤了很多肉 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构思好 我做饭都是临时起义 现在还有一些热呢 就是我上面放了一些这种 就是像油豆泡一样的 然后其实里面是 这一大块是那个五花肉 然后呢 这边是那个 牛仔骨 晚上就 我想弄成像卤肉饭一样这样做 另一个菜想做丝瓜炒蛋 因为这个是昨天泡起来的木耳 不做好像也不好 所以我把它给放进去吧 你要喝柠檬汁是吗 我正好在加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米挺好吃的 它叫什么健康胚芽米 也叫什么甜木米 我也不是很多米 但我吃上来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它这个一包里面有三袋 我刚刚把那一袋倒到了这个罐子里 你看它这个米就是没有很白 它好像流了一部分胚芽 就是磨得没有那么近 但这个煮出来还挺香的 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是不是 营养成分比别的好一点 我们下来看一下 我们下来看一下 我比较喜欢吃肉的时候配这个韩国的套菜 阿姨做的饭挤不上你的饭呢 怎么办呢 是吗 要不让它少来两天 我多做两天 那少来两天 你不就少点几次衣服吗 我少洗衣服呗 我们在做手工 就是一个这个盒子 它有很多那种powder 然后就可以把它做成 像这个封面上的一些小食物 还挺有意思的 妈妈,这是做的 对 对 这个味道也是大 是的 你现在更加热烈 我开始做银子 按一下 这个封面 对 我对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 这个封面 是 是 大 好 好 好 我看不过 我看不过 刚才的淘气给我切断了 否则多漂亮 闻起来跟可乐一样的味道 好 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个好不好吃 我们俩吃好吗 酸酸甜甜的小甜饼的味道 尝尝 这个真的很好吃 我先听一下 告诉你什么味道 有点像可乐的味道 但是有点酸 今天是一个糖的影片 这是一个糖的影片 哈喽大家 我们正在为过年做准备 所以今天就小小的做了一下 你们看 这个是买的残豆新鲜的 然后把剥了 用空气炸锅炸一下 放盐和椒盐 然后这个是北极贝蘸芥末 然后这个是猪肉炒的蘑菇和木耳 然后那边是白酌芥兰 然后这里是一个豌豆苗还是什么豆苗 凉拌的 我放了很多芝麻酱 不过有点出水 然后这边再蒸鼠味的香肠 哈喽大家 我现在准备做饭了 给你看 我想做这个小土豆 我之前在朋友家吃的特别好吃 把它烤一下 我也懒得就是热烤箱了 因为我只有这么几个小土豆 我就打算用这个铸铁锅慢慢的烧 再加一点油 盖上盖子焖它 然后我中间再加一些水 小火去慢慢的烤它 把它烤熟 我还会再做一个色拉 帝王蟹蟹土剥下来的肉 然后我把它拌一个色拉进去 这边准备了一些nuts 还有这两包色拉蔬菜 然后再加烤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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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蛮贵cial充 冋冋冋冋 통工精 鼓务 9分钟 在ually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周末 我早上起来就不用送小孩 比较有时间 所以就化了一个妆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然后一早起来 你看 他们就扔得满 屋子都是玩具 还有这个 乱很乱的桌子 我是想装饰一下 因为下周就要过年了 所以我昨天去超市 也是我一年以来 首次去大华九九 买了很多所谓装饰品 打算今天 把它们稍微贴一贴 因为我们年月饭 应该是在这个桌子上吃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屋给稍微装饰一下 可能主要是这面窗吧 就把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啊 这个是春莲 你看这个说什么 广州四海 这应该是春莲 没有上莲下莲 就是这样的一个莲 给大家看一下 我新买的这条 其实裤子 但是真的像裙子一样 就是please please 褶皱三宅一生的 我很喜欢的 好像挺有中国风的那种感觉 会显得腰细一点 可能过年是不是要穿红色的衣服比较好 就是我希望 这个能不能搞出一种糖妆的效果 好 穿上就是这样 是不是还挺起范的同志们 大家 我今天 刚才到花店去买的花 是我们这边的网红花店 然后选到特别漂亮的花 我现在要把它插起来 这不是要过年了吗 本来我想买点什么海棠 或者是桃花那种 就是枯枝的感觉的那种 但是它没有货了 所以我就挑了 我觉得比较新鲜 那个帝王花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然后我买的花在这里呢 你看 是不是特别新鲜漂亮 哈喽 刚刚吃过饭 然后我在养马讯上买了这个东西 就是蜡烛的那个芯 还有一些胶 就我想试一下 看能不能挽救这个没有燃进的蜡烛 上面还剩很多那个蜡烛液 但是芯已经点完了 然后像这一颗是燃过的 我想把它就融化了 倒到这个里面 试一下 现在它们里面都有芯 不可能要拿一个加热的锅 把它们给融化掉 就把这两个蜡烛放进去 就可以融化 融化了就可以把那个芯取出来 把液体倒到这个里面去 我趁加热这功夫 把这个换上 就是院子里那个捞池塘里的那个网兜 我随便买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匹配 就是以前的那副坏掉了 大家看我周末把那个地毯给洗了 现在晾着呢 我最近弄了好多 大家看这个箱子 就是储物箱全部都坏了 所以我就买了个新的箱子 在亚马逊还没送来 就把它替换掉 这里面放一些杂物啊什么的 这些东西里面放下来 这些东西里面放下来 hello大家我就现在想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东西吧 因为本来想单独做个视频 但是如果凑合集的话 比如说家居就家居 要放很多那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先是几件衣服 就是之前那个片段里大家都看到了 就是我最近这个月买了三件 please please三宅一生 今天这一件 它这个红色好像是可能上个月的这个颜色 我的三宅一生都是在那个firefire上面买的 我最近发现它在美国有了官网 然后我也下了一单试了两条裤子 但是就不太合适就退回去了 但我以后可能不太会在官网上买了 因为它退货需要自己付20多刀的油费 我就觉得还不如firefire上面退货油好 当然官网可能就是货全一点吧 它是一个crop的就是非常短的这种小兆衫小开衫 我觉得它穿上了一点那种和服的感觉 然后这个颜色显得非常的高级 贵气 你看而且显得皮肤非常的白 所以我还挺喜欢的 它就是很短了 这个 那个货号是572 就是如果你买三宅一生就知道 就是后三位是它的货号 这个裤子就是那种像裙子一样的裤子 我觉得很有效的掩盖我身材的缺陷 比如腰粗 但它是300的 但是我腿细 比如它就把脚踝露出来了 那这个的货号是415 之前也穿过了 就是配那个红色上衣什么的 挺有裙子的感觉 料子比其他那个要厚 就它很沉 所以就是比较适合冬天穿也不会冷 里面套袜子就可以过冬了 然后第三件就是最近刚到的 就是大家看 我主要很喜欢这个颜色 它是一条裙子 然后你看它这个袖子 有一点阔形落肩的这种 会显得那个皮肤很白是吧 香槟色但没有那么金 然后就很温柔的一个 有点木兰迪的感觉 它是一个长裙了 大家看 然后我现在特别搞笑 里面穿着运动裤 因为我早上就是有点冷 在家待着 然后下午的话就可以把它脱掉 或者里面搭配我以前买的 那个三寨一生那种 宅腿的灰色的裤子也很好看 就这样的一个裙子 然后外面再套外套就不冷了 所以这几件衣服我挺喜欢的 然后还有几件就是家居用品 我拿一下啊 另外就是这些家居的用品 我都把它拿过来了 就是买了 这个牌子对焦 这个牌子的茶杯 我觉得特别好看 我其实是分两次买的 就是先是买了一对这个黑色的喝茶的 然后又买了一对这个彩色的 它们都是一个系列的配套的茶壶 这个也是单独买的 那这个茶壶就是有点大 就是平时两个人喝 这个就太大了 但是如果来客人呢 比如过年的时候 那七八个人一桌的话 那这个茶壶是正好的 买一个他们家这个盘子 这个盘子挺贵的 所以我只买了一个 就是平时不怎么用吧 就把它放到那个柜子里 当一个装饰盘 它这个是 这个边边挺好看的 你们看 就是它这个边边是黑边的 背面是这样子 这边也是有一朵花 还买了四个就是餐盘 但现在在洗碗机里 然后还买了一个花瓶 这个叫NU的这个牌子 是土耳其还是哪里 也算是一个网红花瓶了吧 这个花瓶我觉得 它到手的质感特别好 就是它虽然是玻璃的 但是就是这个做工啊 非常的精细 然后很简约很漂亮 我觉得就放这么一只 大大的花也挺好看的 然后还买了一个 出动这个蛋型的阔箱 它就分成几部分 这个是一个木制的黑色托 然后这个是一个陶瓷的蛋 上面有孔 你把那个扩箱倒进去 插上这个 它就挺香的 这个扩箱能力还挺好的 出动家的扩箱能力 真的数一数二 非常非常棒 那这个就是很贵 我是想以后 也可以灌自己的扩箱吧 如果这个用完了 比如说就和一个白色的 什么的摆在一起 放在我那个壁炉上 我还觉得挺好看的 它就是装饰性 特别特别强 对 好那这些就是 这个月我买到的 我觉得很值得推荐 分享的衣服和家具用品 就给大家简单拍一下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今天约了一个 就弄这个窗帘的 我现在这边有窗帘 可是我每天的画风 就是我早上 把它一个五片 全部拉起来 然后每天半晚 再把这五片 全部拉下去 我觉得太麻烦了 所以我想把它 就换成一片 然后弄成那种电动的 这样我一键 就开合的那种 所以待会儿 会有人来 帮我看一下这边 好了 它量完了 我也订好了 大概要等六周吧 特别特别贵 我这一个窗户 两千多块钱 对 美国的窗帘 真的是非常非常贵 然后说到装窗帘 因为我之前 那个西雅图的家 不也是整个 那个是新房子 就是一个窗帘都没有的 所以整个屋子 我都装过 然后这边呢 我就相当于是 又改善的 我也装过很多牌子吧 贵的便宜的都有 但总体来说 在美国装窗帘 就是非常贵的 一扇窗户 当然了你除了那种 就是最便宜的 那像木头片的那种 绳子穿的 但那个 就那木片 有的时候就容易掉下来 反正 而且不是那么好看吧 现在比较流行 就是我今天西雅图 那种网 网状的那种 就很薄的布的 然后还有这种 就是窝状的 像这种也是比较普遍的 有什么全遮光的 或者半遮光 这都是属于窗帘的种类 但具体到那个品牌的话 现在最好的就是 Hunter Douglas 我今天装的就是这个 它要比其他牌子 就要贵出 至少30-40% 就是同样材质 同样形式 差不多的颜色 就是品牌这块 但是它是终身保修的 像我这个房子 屋里面有一些窗帘 它就后来有些 它就是手动拉的 那个线坏了 我们就给官网写信 它还会给免费寄一些 就是配件过来 就是那个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也没有什么购买凭证 但是它是终身的去会负责 然后像如果你装它的电动 就是一按它可以自动 甚至可以设定时间 这个电动器件的保修 是5年 就超过5年 电动这部分 它是不管的 但像就是窗帘本身的一些硬件 那些配件 它都是管的 所以它们这个品牌 就贵出这么多的钱 是在这里 然后像其他的 Home Depot 有一些牌子 像Levalon之类的 就是要稍微便宜一点的 然后这里面也要分 就是哪一种 有种叫sheer shade 就是我会装的 可能过6周 大家在看Vlog 就能看出那个效果 就是它是不连的 中间一片 那个就是非常好看吧 可以说 然后也有可以调光 反正就是种类还蛮多的 如果你装修房子的话 你到网上搜这个窗帘 然后附近有一些那种 专门卖窗帘的店 或者是你可以去Home Depot看 它因为都是开放式 你可以随便看 它有很多样子在那边 Home Depot也有Hunter Douglas 然后像Costco的话 它也有一些自己的 那个窗帘 Local的合作商 你可以去选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可能没有太便宜的 然后我知道还有就是 可能从中国去背窗帘的内容 就是你要花很多心思吧 就是要定制啊 量尺寸啊 而且要多留一些余副材 才能褶皱 就是有一些 波纹在吧 就这些 因为我在中国也装修过房 定过窗帘 就反正也不便宜 如果你选好看一点 布料 对 大概就是这样 装窗帘的一些小经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就会把我之前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你们吧 Hello 大家好 我之前做了一个 锅子的分享视频 我发现博主很有意思啊 就是有的时候 不光是护肤品啊 彩妆啊 或者这种生活的东西 分享分享着你 本来可能不经常用的东西 但是就自己给自己又说动心了 所以我那里面分享了一个叫 就韩国这个叫 尼尤饭那个汤锅嘛 然后我觉得我那个炒锅 就是有点时间长了 所以我就又买了一个 我自己分享这个牌子 尼尤饭的中式炒锅 你们看 就是这样的 好像还行 就是比我之前的要稍微重一些 但是目测还是可以颠动少的 这种 它其实中间是铝的 然后外面有的就是陶瓷涂层 它这写了 就是free off 就是不含有这个PFOA 这个就是特福龙 它在分散过程中一种分散剂吧 还是说那个 就是曾经有个纪录片吧 叫黑水还叫什么 就是说那个东西是有毒 最早大家都不知道 然后很多年之后才也就是发现的 所以现在大家都不用了 现在都规定就是要写 这个我不就是说院子里 我放那个杂物的那个箱子 全部都破碎了吗 我又在亚马逊上买了一个新的 我没有买太贵的 这可能两三百块钱吧 好像看起来是要组装一下 等周末我老公有时间 让他去装一下 看看质量怎么样 哈喽大家 今天晚上想做一个 竖铁锅无水焗鱼 就买的 没买新鲜的鱼 就买的锤鱼 就有这种冷冻的鱼排 先把这个鱼处理一下 我想现在稍微腌一下 海鲁鱼就是海鱼嘛 味道稍微有一点腥 所以最好还是用料酒啊 姜粉啊 盐的这些给他腌一下 就是这样的 然后现在开始腌这个鱼用料酒 这个是白胡椒粉 这个里面放的是姜粉 就这样腌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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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